嗨大家好 我是杨小范 这期讲一讲车商的无奈啊 周二的时候我家卖出了一台一个17年底的送麦克斯 比亚迪的送麦克斯 然后这台车 我们家是什么呢 有质保质保就是五年之内 两年4万公里 五年之后呢 五年到十年之间 一年两公里就这么一个质保 在质保期间 前三个月买车的前三个月 车车里边 灯泡坏了回来我就给你换免费换 没有任何费用 但是保养的高山下做 说白了你在那家做保养 然后呢 这个合同就生效了 因为合同上黑字也白字写的 必须在我家做手势保养 在我家做保养才能生效这份合同 保你发动机给变成这样 但是呢 这台车是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事故 没有任何货少 车况也是 我们家报的车况都是非常准的 什么我们都没有 客户当时就不想在这家换机油 也送他钱嘛 他认为我家机油贵 我先说一下 不是我自夸 我家现在机油不是说这种为了挣钱 因为咱家现在长年200多台车 你知道吧 然后呢 我自己家专门有一个售后场地 他是专门给我家车 一般的小维修 保养 专门服务我们客户的 说白了 几乎不赚钱 我不要说完全不赚钱扯淡 对吧 就是保养的价格 根本就不高 就是正常市场价 他换那个机油我就不提哪个了 他换那个机油我家进价 340到350之盐 有一个这个差价基本就是一种就是这个油 他把油全换完了花了260 换的品牌型号和我家的一样的 然后呢那个 我家正常家人三绿沙的将近比他贵200块钱吗 不到300块钱 就因为在200多块钱他选择放弃 对吧 然后呢 把车开走了 周二卖的 周六车就爆二了 现在回来找我家来了 我请问朋友们如果你是车傻 对吧 你会怎么办 或者说你会怎么解决 这个事你会不会闹心 首先我们家合同写的很清楚很清楚 我是给你治保的 我是给你保障的 对吧 就一个前提你在我家换机油 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保证你在外边换的是什么机油 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说挺难就去包括我前段时间 我一个同事 把他自己开的车给卖了 因为他就是 一个是油炸展的 还有一个是他想买一个便宜车 是一个 瑞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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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的 卖完之后吧 他开这个车开了一年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我敢 派良清楚 一丁点问题都没有 无论从动力到 底盘到这个油耗都非常非常好 但是很遗憾这个车客户开走 半个月就可以打电话了 说机油等量了 后来一问客户由于省钱 加的那个是花钱打个电话拿桶送那个油 啊这个就就不行了就说咱在车有毛病了 给我给我那个 给我家这个 开车的小伙一顿 啊你卖过车有毛病怎么怎么地的 那车真是原本元旗啊 这个一点都不发暇 全原本元旗车 啥都没动 一颗罗斯嘎都没动了 指着鼻子一顿骂啊你这车不行啊 你这车的换机油了 你这车 油表等量了 后来呢 换油了换成正常的加入燃油了 问题就解决了 你说现在这个 哎真没有办法说 其实二十车好干吗 不好干 那有很多东西 直接会影响二十车口 好现在回来 谈这个 皮下迪 那请问这个问题回来找我们来了 你要是你的话 我们家是诚信商家 管还是不管 我认为不管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因为已经 明着告诉你了 你不在我这质保的情况下 出现问题 我不会管你 我家质保说白了 我家也不是说 人家200的机油 我卖那800 我们家都是正常外面换机油的市场 这样你偏偏不换 你自己显贵 你自己换那么一个假的机油 也可能是 我说一句最不好听的 可能这个车真有毛病 真有问题 对吧 但是呢 我们愿意承担那个风险 对吧 你在那家换机油 有问题我给你修 我不怕有问题 我们是诚信商家 坏了我一定给你修好 对吧这个东西我们传统一直以来的一个诡语 只要客户车出现问题 我们全力付去修 如果修不了 对吧我车给你退 这是我们家能做到的 那现在他这个问题了 他现在回来找我们来了 找我们人闹来了 管还是不管 管怎么管 拿什么管 我们看了一眼这个车我们修 大概得8000 到一万之间 一万准块钱 能把这个车修好 对吧 但这个钱应该谁来承担 我也希望大家评评你 你认为是车商承担呢 还是这个客户承担 换句话说 当然也有可能这个车 在我们家换针机油 他也坏 但是这个时候坏了 我家不会有任何问题 一定会给你修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我家不给他修 那请问他会对我家做如何的评价 他会不会和别人把十四求是说的 他家要我做质保 我没做质保 然后发轮机坏了 他不给我修了 还是他会说我在他家买了一个四股车 刚开着我五天车就坏了 然后他家还不管我 然后各种各样的闹 甚至闹到媒体 闹到记者了 然后呢 我们家自然就会被媒体也好 怎么也好啊 挂上了黑信商家卖四货车 把车坏了不给修 开一个礼拜就坏了 那这个问题到底谁应该承担 换成你们 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你会选择怎么做 这是你掏一万块钱给他修 还是说就是不管钱用到底 好 这是这么多 谢谢大家